大家好 我是大梅 马上要港海了 吃点饼干补充体力 Let's go 哎妈呀走 这是啥呀 感觉像石头像土豆像鸡蛋 这石头呢 这石头长得怎么这么完美呢 跟鸡蛋似的 带着 偏鹤羊鸡 这边有个扇杯 开口的还是 死的也不知道活呢 它里面有肉啊 还有肉呢 新鲜的 又一个 这个在下方 这个比较大我感觉 沉甸甸的 这个应该也能吃 这个竟然粘口了 都不知道啥情况 死的 没反应 啊 这个是沉甸了 哎妈呀 这吓人哦 哈哈哈哈哈哈 打喊虚警示啊 一定要戴手套 又发现一个 好了 又发现一个 这个 我都 这个应该活着吧 这个 咋不闭呢 是不是只有手伸进去 才闭进去啊 有点不敢啊 没反应啊 哎 这个不加我 可能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是不是 又一个 小扇杯 哎呀妈呀 试试手感啊 活的 就没开口 不然我想再加一次 哈哈 加的感觉还挺等的 发现 又发现 这是不是两个 这俩怎么长一起去了 那么相亲相爱啊 都拔不下来啊 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 这是壳 这不是壳 不对啊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 大绿杯壳吧 这么大一个壳呢 我的妈呢 这个难道就是里面有肉吗 这个 这个里面有肉看一下 有肉 我的妈 比我手掌还大 这个 大绿杯 里面肉肯定很大啊 看到肉我就想到肉啊 哈哈哈哈 看到 我刚刚 看到它在动 这家伙太紧了 哎呀 里面是个积居线啊 好大的 一听点动静 立马要缩回去了 啊这 我远处看的感觉 好像一个红宝石一样 这要是看红宝石 应该就发大财了 回家骗穿的 捡这个红宝石 这个 我看到感觉像猫哥 果然是大猫哥 这边还有个大石头呢 这石头也挺好 感觉像土豆一样 我今天看到石头都像土豆 哈哈 这边你看到没有 还有好多小螺呢 在爬 但是这边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扇杯啊 口水掉 噴出来 看到扇杯 这个还开口呢 这应该是火的吧 哎哎 不动啊 咋回事儿 带回去 带回去 这个时候扇杯可肥了 肉可鲜了 走了 又发现了 又发现了 停不下来 这个是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好小 小的就不要了 这个大的吧 大的肉多 小的咳多 这两个好看 这两个颜色真漂亮 粉的 哎呦 还带一个海粒子呢 这个 这两个好看 颜值高 估计 口感也不差 刚刚看到这些有冒泡的 我就过来了 真是撒兄弟啊 啥情况 这感觉像蘑菇 刚吓一跳 这不是白糖吗 这个 这个是白嘎吗 是壳 听声音挺烦的 看一下 这个小海螺壳 好小 这壳比较厚 挺好看的 这个 我多远就看到它了 大猫哥 又一个大猫哥 看到没有 里面那个红肉都已经出来 这 你的嘴巴暴露了 走吧 这 这 什么 什么情况 吓我一跳 多远看冒出一个箭 今天两个 收获不错 好了 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收获还不错 主要今天 站前吃了饼干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把它拿回家 把它做好吃的 好 下期再见 拜拜 我爸老师 好骂喔 好骂喔